俊平他现在上课怎么样 所以他现在人在家里 他家里东西都够吗 社工员不但用电话关怀 甚至主动到家中拜访实际了解民众需求 这是金融市政府推出的500户弱势加户防疫整合关怀专案 在数十位社工员积极努力下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一轮的电话访问 共联系到360户500余人 其中有一层的家户需要长期协助 我们在大概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做了第一轮的这个全数的一个电访 包括我们有些还做了一个家访的关怀 那总共300大概360户500余人 再加上教育处转介过来的弱势学童30余户 我们先做了第一波的这个关怀 那大约有一层确实是一层的一个个案 一个家户 我们发现他有一些比较复杂跟需要长期协助的议题 也会由我们社工这边开案做持续的辅导 疫情期间 金融市政府主动关怀 若是家户的做法 获得许多民众认同 这家在仁爱国小对面有名的肉跟专卖店 业者就决定请辛苦的社工员品尝店里招牌套餐 肉跟汤加烧卖 因为在那个新闻上有看到我们有500的低收 然后关怀这个专案 我就想说我们那个金融社会处的社工真的非常辛苦 然后每天都要关怀 主动去关怀这些500多人 500个多人 可是很多家庭 然后我想说代表金融市民的一个小小心翼 想说给他们一些爱心午餐 因为办公分流的关系 有不少社工员是居家工作 这套腰包用家里电话关怀联系 若是家户 让金融市议员同志伟好感动 也很开心能作为捐赠者与受赠者间的平台 为社会带来更多正面能量 社工在第一线 非常辛苦也非常辛劳 关怀我们小朋友 从新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小朋友如果没东西吃 我们就可以马上送到现场去 然后我刚刚也得知说我们社工 因为现在分流上班 电话其实是用自己的电话打 不是用我们公家的资源 我想这一切一切都非常的感动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也希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可以得到更多的温暖 带给社会更安定的力量 社会处方面表示 这次电访关怀对象为家中 有6岁以下儿童的低收及中低收入户 未来会由社工开案持续辅导 并针对家户需求逐案做记录 希望在疫情期间给予关怀 及协助帮弱势家户渡过难关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金融报导 请不吝点赞 金融取转发达